下个月17号复会的国会将迎来新景象 由国会下议院议长班迪卡一手推动的部长问答环节将正式启动 班迪卡今天在国会大厦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 在国会议会常规第13支EGFA条文下 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国会将设立一个30分钟的部长问答环节 而想要提问的议员必须在前一天提成问题 议长同时劝请一众议员善用平台在有限时间里 针对民众关心的热门课题快捷提问精简作答 按照新议会常规 每道问题只限十分钟每次最多只能回答三道问题 一旦超时议员和部长都必须停止问答 言简易该作风获得朝野议员一致好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着落实部长问答环节,来自各部门的250名官员将参与明天在法律和司法培训学院举行的课程,为国会转型程序做好准备。